投資朋友 禮拜一好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以生計為主軸的盡責解盤 這句話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都一直在看盡責會不會延續下去 我一開始先跟各位說 如果要我繼續講生計 讓各位更了解的話 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最大的力量 禮拜一一開始要先跟所有朋友說 其實今天上來的時候 心中有一種比較激動跟感動的情緒 那麼在今天4123成德一開盤 攻上掌停板之後 甚至4743合一盤中攻上掌停板之後 今天10點多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當然是我家族朋友 一位李先生的電話 心裡頭聽了覺得蠻感動的 李大哥謝謝你啊 他說鏡澤老師 我們認為未來的生計 將會浴火重生 我們認為你的理念 你的堅持 那絕對是對的 我們也認為你的專業 能夠帶領我們克服困難 賺到未來的一個價差 而且呢 我想我也反過頭來恭喜他 4147的中域新耀今天上漲19% 盤中價差從100塊到現在 超過35到40%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是讓人家覺得非常驚訝的一個情況啦 不過我這麼告訴大家 或許這個驚訝 其實我早就已經跟大家說 或許呢 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因為呢在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鎖定我的節目 甚至我的家族成員 你鎖定我的口訊 我當然要很認真 很努力 很打拚 尤其是遇到挫折之後 要越挫越勇 你說是還是不是啊 今天一開始當然講了 有一點點小小的感性 不過我這邊跟大家提醒 股票市場裡面 當然等一下我們要用感性和理性 同時再來看說生計股 是不是將來還能夠大投資 而且現在到底是不是 長線上面最好的機會 如果是我希望所有朋友 一定要跟我一樣 了解最重要 甚至啊 我不惜喔 我不惜盡責的生計寶典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不惜用各位更容易取得的方式 跟各位來做溝通啊 所以我說過了解最重要 各位我相信今天生計股漲上來 大概很多人又耳聾了 前幾天講生計股大殺特殺 終於心耀 一口氣殺多少 當天殺了22%的那些人 全部通通耳聾了 很多人告訴你 生計股死掉了 不會再漲上去了 那些人現在全部都耳聾了 都啞巴了 我覺得如果投顧一定要這樣子 落井下石 然後把別人的股票講得很不堪 把國家的產業講得很不堪 然後覺得自己的股票好像很好 隱二揚善 每天在電視上不肯說真話 那以後投顧業還有什麼救啊 我覺得這次上來的時候 從生計股開始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完全不同的視野 完全不同的投資顧問 我認為未來既然我們已經先行掌握了 就跟李先生講的一樣 老師你的課我有去上 謝謝啦 真的很感動啊 各位看到沒有 新藥70%到100%的一個毛利啊 毛利就是未來 藥品製造是45% 你覺得我們台灣繼續做代工 繼續做電腦製造4%5% 你覺得我很直接講了啦 你覺得紅機還有可能回到200塊去嗎 我問你一件事啊 105塊還有更高的耶 200塊有可能嗎 那台灣不走上生計能夠做什麼 所以我說過啊 頂多啊 短線上面汽車電子 IC設計還不錯 今天IC設計也有領導股啊 要不然的話真的必須要從 新藥藥品製造跟衣材 因為這個毛利才夠嘛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靖澤老師對於毛利生意啊 賠錢生意沒人做 毛利好的生意才有人做 這個方面的堅持 當然是永不改變的啊 而且要毛利好也有新產品的話 我今天還是會跟你談新藥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 如果你願意跟靖澤老師面對挑戰 如果你願意跟我一樣了解 國家未來最重要的政策 甚至是人類未來最重要的產業的話 我請你給我一個掌聲 我請你繼續收看 我請我家族成員一定要堅定信心 因為呢 等一下這段VCR 其實重播起來很簡單 但是在決定VCR的當下 特別是鍾律欣要殺了22% 我竟然在這個地方 決定讓我家族成員進去買的時候 特別是成德跌停買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叫大家進去買的時候 那個決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個必須要經過非常非常多的千錘百鏈 那個必須要經過非常非常多的真正的準備 不然有多少人告訴你 生計股根本就是泡沫 生計股根本沒有賺錢 生計股最好來放空 有多少人這樣告訴你 抵抗那麼多 可以說是跟撒旦的語言一樣的惡劣的語言 我相信我和我的家族 還有我的團隊 我非常非常感謝我團隊所有朋友 想盡辦法去和客戶溝通 要感謝我們運達所有的朋友 那個決定是非常非常的艱難 但是我們做到了 我希望跟電視器前面的你分享 導播我們來播VCR請 那麼甚至有些個股 有錢你也應該要買 因為等一下講給你聽 反正成德的老闆林隆錦先生說 未來成德市值要500億 我問各位一件事 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博士所做的忠義新藥 在我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跌了多少 跌了20% 網路上你只要點運通財經孩的話 8月6號這一集 你可以整集全部重看一遍 看我是不是一檔一檔從合一 從成德從忠義新藥 一檔一檔的講給各位聽 我相信我的堅持一定有我的理念 一定也有我的理由 歡迎所有朋友來 好好細細斟酌 你能不能做得到跌到半連線 其實行情還沒跌到半連線 我覺得這行情裡面 當然大盤轉折一定要抓 我說9593點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出掉你的電子股 其實你做電子股也要看我的節目 打到半連線的時候 先跌先反彈 我也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跟你說 這一次生計 特別是櫃台指數 那麼其實是跌到了兩連線 美國股市還在季線 這個地方生計股當然是超跌 而且呢 我相信有的時候叫各位挑戰 各位可能覺得很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可能買到 比所謂中時戶大戶跟股東 甚至丙種基金更低的價格 所以你必須要做什麼事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點看清楚 那一集的標題叫 富貴險中求生計股超跌 各位再看一下 來這裡 志勤在這裡 鍾玉星要在這裡 各位 我當時還跟各位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如果你害怕的話 來請各位抓住 集團的和財團的股票 那麼有潤害心潤害權的 鍾玉星要超跌 你一定要想辦法 甚至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基亞最缺的就是有一個財團來支持 那麼找聯電來做策略性聯盟 那是對的 另外當然了 中天集團跟成德集團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集團 今天看起來各大報紙 也的確引用盡責的講法 鑽石基金的也好 陸孔明的也好 東陽的集團 現在不能叫東陽 現在叫成德集團的 林隆錦先生也好 這些股票都非常的強勢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沒有好好做研究的話 殺成這個樣子 當天跌多少 跌22% 隔天漲22% 然後今天漲多少 漲20% 加起來 減超過45% 我說各位 你先做這一檔 我們李先生有跟我說 老師這一檔回來 其實他基亞沒買多少 他說這一檔回來 他就幾乎回來了 你說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然我們在電視上 不會告訴你說 今天新貴我們推薦 因為法律這一方面沒有定清楚 說電視台老師 到底能不能講新貴 法律沒有定 我們也不能亂講 但是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光從忠於新耀 來判斷轉折 各位看到沒有 來第一個缺口 第二個缺口 各位看到沒有 來注意喔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第一個缺口之後 一定有第二個缺口 第一個缺口之後 一定有第二個缺口 而這個第二個缺口 一旦出來的時候 請你想盡辦法 開始進場 我們對成德來說的話 今年從88塊錢 一路衝到140塊錢 是我們這一年裡面 最大的成就 因為我們認為說 各位看到沒有 藥品製造毛利是四成 這是我不斷不斷跟各位提到的 我在8月7號 您剛才所看到的螢幕當中 這個話可以隨便講 VCR不能隨便播 我說請你趕快買對不對 有錢應該要買 請你有錢應該要買 今天一開盤 鎖使漲停板 當然也包含了4743的合一 蛤 有錢應該買 跌停板的時候提示 一打開馬上買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看到合一漲停 看到成德漲停 我到過頭來問各位一件事 過去在罵生技股是泡沫化 是垃圾是什麼什麼 妖言惑眾隨便你 那你的老師手上的股票有漲停嗎 你的老師不要說漲45% 當然不可能 就拿合一就拿成德有比嗎 各位 我現在做的全部都是龍頭型的產業 這是第二天了 照常大漲 連勝文總可以撐住吧 請問一下銀眼糧總可以撐住吧 銀眼糧的股票總沒問題吧 各位 玲瓏錦東洋集團的總沒問題吧 甚至各位看到沒有 陸孔明的股票總沒問題吧 所以一回歸的時候一定是這個樣子啊 也許我這次能夠賺到大家的鼓勵 能夠受到大家的鼓勵 真的這次我發覺我這五個字很重要 我已經在股票市場13年了 我們知道說很清楚 應該說當老師13年 股票市場24年 我很清楚這五個字 甚至我也知道說有很多人都說 哎呀雲成 剛好賣掉 什麼剛好賣掉 那今天掌停板呢 剛好賣掉今天變A夠 什麼話都講不出來 我們直接跟你說 什麼地方買 8月7號 隔天還有低點 我也要承認 隔天還有低點 我們買在這根稻錘線那邊 隔天還有低點 可是今天掌停板 我該做的事情 我一定做到大的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我認為未來的投顧節目 我認為未來的電視節目 沒有人永遠不會錯的 對吧 只是你錯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認真的去面對 甚至說不定那不是錯 說不定那是長線上面對的地方 說不定基亞要浴火重生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其實基亞 如果你從頭到尾跟著我的訊號 你會發覺我的訊號 從頭到尾沒有錯 那麼請問各位 假如說基亞張士忠 董事長認為報告成功率五成以上 故請賣出三分之一持股 雲成可以先出一半 尊榮會員 因為你張數比較大全賣光 請你看清楚 如果你從頭到尾跟我的口訊 我們那天不是沒有賣 既然你成功率一半 我賣一半有什麼不對的 既然你成功率一半 我賣一半有什麼不對的 但是說不定 後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財團在後面等著呢 我想我們還是對於未來 了解是最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 繼續鎖定盡責的生計解盤 我相信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能夠提供給市場上面 所有的投資朋友 和其他分析師最不一樣的訊息 欣賞我的堅持的朋友 當然歡迎你跟上我們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減能減碳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倩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建式 異建式 放建式 半建式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學學 韓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韓中九世 使黃老師集二十年功力 超越市場去做 韓中九世DVD課程均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頭痛 請用五分珠去記聽 請用記聽無分珠 無分珠 快夠好 爸爸 老派清理窗 真理附的是島塊 有了報紙 是島元 對島元 旁邊的文化 看我節目和其他人 最大的不同就是有邏輯 我絕對不會上電視的時候跟你講說 跟我這樣做就好啦 明天就是掌停板啦 每天都是掌停板 那種花拳繡腿 各自花俏 每天都告訴你我拍手都掌停的節目 你不用看了 我可以給你保證一件事情 保證那個節目 有些是誇張的 應該想得出來 在我節目當中 我認為我們一定提出正確的數理 正確的基本面 正確的觀念跟各位來做分享 特別是 尤其是大家完全不了解的生計股 為什麼我選生計股 因為坦白說一件事情 電子股今天掌停 隨便看一下業績 哪一個你不認識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電腦啊 這叫電腦啊 誰不認識啊 這叫手機啊 誰不認識啊 我們節目當然是要提供 各位完全還不知道 甚至你必須要更了解 那麼你才能決定說 到底你要不要跟上這一波 很可能是 超過十年以上的一個超級行情啊 當然這十年當中它會漲漲跌跌 三年之內它會漲跌漲跌漲跌 很迅速 它可能也有些地方沒有做得非常完整 但是請問各位 民國76年的電子股不也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你是在民國76年的時候 了解電子股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啊 在這裡 這一波就是你的啊 這一波就是你的 這一波就是你的啊 86年了解都還可以啊 這一波就是你的 這一波就是你的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86年了解的話 這一波是你的啊 所以人一定要敢投入 未來要成長性的產物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看我節目一定要懂觀念 生技股最起碼可以分十幾種 十種我就跟你寫了 那請各位注意喔 在製藥代工之前啊 是以技術為評斷 換句話說 新藥呢 技術最難 學民藥技術第二 生物類似要技術第三 原料藥第四 這前面是用技術來做評斷 未必一定要有EPS 有EPS更好 那從製藥代工往後的時候 包含像衣材 包含像衣材的話 我們就會看看它 到底有沒有EPS 而且它是很有技術的EPS啊 所以它最重要是來自於 技術和整個獲利 這兩個之間去尋求未來的一個平衡啊 那其中呢 我相信今天絕對沒有人要談這個 反正今天 哎呀 那個西藥類股漲停板呢 我們來談西藥吧 西藥類股漲停板來談西藥吧 我說親愛的投資朋友 其實哪一檔西藥類股 成德他將來是不是還要做新藥 還是藥啊 所以看我節目 我一定挑最難的來打 人家所謂的挑彈要選 重彈挑啊 如果你這個懂了 這些你就通通懂啦 如果你這個不懂的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 就算成德送給你 你也不敢投資啊 合一送給你 你也不敢投資啊 合一也有新藥 合一轉投資浩鼎啊 我現在跟你講 浩鼎現在漲7.81% 你說論害新送給你 來 忠譽新藥送給你 你更不敢投資了 35%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啊 這件事情我一直在懷疑啊 我也一直跟我家族成員說一件事 我們做股票有一件事情啊 如果是突然之間發生大地震 如果是突然之間發生一個大利空 全市場通通不知道 從大股東一直到主力 全部賣不掉的話 那個價錢通常會回來 那麼這種情況比較尋常的 像921大地震 比較尋常的 像所謂賓拉登事件 或者像陳水扁總統被人家開槍的 這種319槍體戰 那些價錢最後通通都回來 包含SARS 這次是真的很特殊 因為從頭到尾呢 竟然很可能啊 是兩件事啊 第一件事情呢 或許啊 大股東到現在都不賣喔 等一下你可以去證明 或許啊 你都認為大股東或者老闆 知不知道他要來 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啊 現在我們假設先不要管價錢 我問你一句話 連電為什麼敢買 我畫或許只能點到這裡 其他我在傳真稿已經給你寫了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喔 連電和基亞洽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喔 那連電為什麼敢買 至少連電敢買這麼一件事啊 基亞絕對不是空殼公司嘛 對吧 有很多人告訴你 基亞這泡沫化是空殼公司 照中間照中間 這是他子公司的 各位看到沒有 包含基亞生計 包含各位看到溫斯敦醫學 這次入竹叫基亞疫苗 不過我認為那只是定金而已嘛 因為上面寫得很清楚啊 策略性投資人嘛 基亞把那個聯電集團引進來 我都不好意思講 這個小孩子把一個大人引進來的話 你今天不要講什麼 鴻海投資很多公司 公司也只有投資一點點 最後誰做決定啊 將來說不定叫聯牙 是不是 不講那麼多 總而言之呢 其實你各位看一下 這兩家公司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我們只要在我們做的過程當中 發掘這些都是對的 發掘這些都是對的 各位看到沒有 我還特別去聽他講那些什麼事情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上市公司裡面的新藥 而且是大分子 都是這種領頭羊 還要在上市公司裡面 只有一檔股票叫做基亞 我老實跟各位說啊 假設我有一點惡意的話 我也去把基亞的股權買下來 當然我當分析師不能去買股票 電視上要這麼講 但是我問你一件事啊 我把火車頭給買下來了 後面的火車要不要聽我的 明天我們來講這個啦 人家說這個就是沒有價值 我沒有時間再跟你說這麼多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 新藥是所有藥品的火車頭 我把火車頭買下來了 請問各位 那我常常講一句話 聯電這次是捏住了國家政策 這個最重要的重心啊 講得粗俗一點叫做要害 你拿1.2億元就可以決定 未來生技股漲或跌的價格的話 我告訴你 這1.2億的影響力說不定啊 比論害新啊 投資上百億元還要更多 將來咱們拭目以待 我只告訴各位一件事 聯電不是雪中送炭 聯電做了一個非常厲害 抓得非常精準的一次投資啊 我講一句不好聽的話 你如果捏著我的鼻子 我是不是要跟著你走啊 你要說要捏別的地方 比較粗魯一點 那是你自己想的喔 我就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請各位留意一下一下 當我們發覺我們說過 各位看到沒有 這一次我給各位非常重要的一張字卡 就在於說你沒發現嗎 全部都有很大的集團 只有他少了兩個字 少了不管是你要找誰 你要找郭台銘也可以 你要找聯電集團也可以 你要找那個張宗謀集團也可以 總之你後面一定要有一個 幫你背書 因為每一顆新藥 它必須要什麼 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算你經營得非常好 你還是需要有人背書說 真的不會倒啊 真的會回升啊 真的會反韓啊 所以這一波上來 我只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啊 未來的生技股 有些真的長線可以投資 我只告訴你大分子藥物 小分子藥物 請你告清楚啊 低技術的話 短線高出低進 也就是低技術做價差 高技術的話 你要做逢低布局啊 時間上來不及了 各位注意一下一下 來 我想這個股票我用衝的 我想我也直接跟你說了 我用衝的 各位看到沒有 來 各位看到沒有 這些股票我覺得 今年它還有非常好的獲利 歡迎你想盡辦法 利用這一次別人的利空 法人在大買的時候 趕快進場來做一個布局 而且呢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誰說生技股不能賺價差啊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這次7月25號之前 誰在生技股上面 獨領風騷 誰最棒啊 我直接跟各位講啊 所以我覺得我家族成員 不離不棄 絕對有原因啊 甚至你覺得新藥股 應該怎麼去投資呢 我想這個新藥排行榜 今天又送給大家了 那未來是不是會有更換的一個位置呢 咱們且拭目以待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 能不能做出最好的研究 能不能掌握出最好的一個契機 我認為這一次 非常可能就是生技股裡面 你在年初 或你在過去兩年 沒有機會做長線投資的人 最好最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希望用最簡單的方式 能夠讓你真正能夠了解 而且還附DVD給各位看 歡迎所有朋友想盡辦法跟上 真正回歸基本面 專業操作的盡責結盤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配搏 神水器材輕鬆省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倩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密件事 放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學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是黃老師 集20年功力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TVD課程 民間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既然消費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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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